关于中美的这一局呢 告诉大家终于有一个答案了 6月18号到底布林肯访华能不能行呢 来央视报道了 经过中美双方的商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6月18到6月19 访华 那这次访华谈什么呢 只能先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旁边这边 他将会是2018年10月 时任的国务卿蓬佩奥 访华之后最高层级的 一位访华官员 你看2018到现在 2023都隔了几年了 好那前一阵子呢 就是因为这个间谍案的突袭 那最近呢 美国又开始指控说 中国要在古巴设着什么 情搜间谍战 好想必这一局还有得聊呢 好我们继续回到旁边这边 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 不期望有重大突破 是尽可能以负责任的方式 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 所以现在呢 等于美国的态度也是 他们也承认了 现在就是竞争 那前大使借文集分析 很多事情都是早就谈好了 不可能双方见面了才谈 他说求人的就是弱势的那一方嘛 这次是布林克比较希望可以去大陆 所以呢中国大陆在谈判上 也占了先天的优势啊 那么如果说真的见到了 习近平主席之后 到底会聊什么议题呢 聚焦两岸议题吗 周一见习近平吗 还是有可能先见其他的人 然后最后一关才是习近平呢 我们来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则国际分析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定 18到19号访问中国大陆会晤 中方的资深官员 甚至不排除在下周一 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此行将谈论维系美中沟通管道 畅通的重要性 预计会提及双方关切的议题 尤其是坦率讨论台海情势 预计跨国挑战上的潜在合作 不过美方并没有预计此行 能让双方关系出现突破 布林肯原本计划 今年二月份访中 但是因为大陆侦查 祈求事件而延期 他将是2018年10月以来 美国首度最高层的官员访中 此行意义重大 行前大陆外长秦刚 特别与布林肯通电话 中方强调是否能改善关系 关键在美方的态度 而就在布林肯访中 前夕共和党籍参议员 卢比欧重新提出有台法案 主要内容为强化台湾防卫 以及加速对台军售 另外微软公司创办人 比尔盖茨14号推文 表示自己已经抵达大陆 这是比尔盖茨2019年以来 首次访问北京 知情人士透露盖茨预定在16号 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 这将是习近平近年来首度 接见外国民间企业家 并且可能是一对一的会面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